秀丰社区在里建市团队这些年团结一心努力合作之下 将社区发展经营的相当优异 不仅是长照据点的开办 招呼地方长者或是生态环境的维护 结合农村文化的推广 都对地方带来实质的发展效益 此次评鉴他们也用先准备 将这些年经营成果做的呈现 社区可以整个社会资源 政府的帮忙可以说是真好的现象出来 我是自己觉得当任理事长以来 把社区可以做的尽量发育 我自己本身也有空间来做 尤其我有总干事无限的方向来办法 今天也是来做评鉴 这一次是我们社区第一次参与评鉴 然后准备的过程当然就是非常的忙碌 很紧张然后我们是比较不熟悉 所以我们尽力把这些事情尽量把它做到好 透过这一次的评鉴 我们会重新审视了一个社区的一个问题 得到了更多的启示琢磨这样子 秀丰社区在发展协会的用心经营下 长照据点的开办 就有当中各式课程 也成功为地方长者带来关怀与照护 让身体健康发展都有所维护 因此对于秀丰社区开办长照据点服务地方的用心 先年五月方相当肯定 也期待他们参与评鉴 能获得高分肯定 王理事长非常认真 自从109年向弄长照的话 对我们这里的一月之后 百余和百佛都有共餐 也叫他们一些动动手动动脑筋 这样子让他们远返他们的私事 我们这个理事长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用心 我们现在来这里社区 都非常快乐 非常健康 就让他们今天的评鉴 社区评鉴 也能拿到好的成绩 秀丰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经营 长照据点以及环境生态维护 农村文化的推广工作都可以说是 社区重点特色之一 实质参与评鉴从动静态展演都做了呈现 先远有好 也期待这样的用心 参与评鉴能获加基 让社区发展越来越好 那我们看到的秀丰社区 它就越来越进步 包括这个食农村 包括工餐 还有午餐 还有晚餐 还有包括未来 这些一些在地的做损干的这种 就是记忆给它推广 那还有跟我们台纳实验龄 还做一个合作的一个礼山计划 都在在的都显示 我们的社区 不仅是理事长 总管理事长和幹部都很用心 都配合我们学校 跟在地的船长和代表 那就是说 让我们这里的 大家的事大人都 算是说很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的评鉴 也来拜托 可以加分 让他们鼓励 相信以未来 我们的秀方社区 越走越好 越走越赞 医长和尚方肯定秀方社区 这些年来的用心经营 也希望这样的 优质社区参与评鉴 不仅能受到好成绩肯定 更能受到指导与建议 为社区日后发展 带来更好的提升 记者卢凯路股采访报道